大家好,我是女妈 这款帽子我是用金书园勾的 它起针起的是帽子的深度 我起了48针,24厘米 帽子的周长我置了48厘米 这个尺寸适合50到54厘米头为戴 这款帽子就这样给老人戴很好看 如果在头顶上加一个毛毛球 给小孩或者是青年人戴很漂亮 这款帽子很实用 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具体的织法 我们来起针,钩针绕线一圈 把这个线从这个圈里边拿过来 接下来我们这样钩锁针 不要钩得紧,稍微钩松一点 我起了48针 现在我们钩一起一针 从每一个辫子中间插针 我们钩短针 钩40个短针 我们在鱼下的辫子上面钩引拔针 直接从后面的线圈里边穿过去就行 鱼下这8个辫子我们都钩的是引拔针 8个引拔针钩好了 我们钩一起地针,把直线翻面 翻到背面来 我们瞧起底侧这根线 每一个辫子它都是两根线 外侧一根线,里侧一根线 我们要瞧起底侧这根线来钩引拔针 在8个引拔针上面钩8个引拔针 每一个引拔针上面钩一个 瞧起底侧这个线 8个引拔针钩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钩40个短针 40个短针就是从辫子外侧这根线钩 每一个辫子的外侧这根线 它是两根线,外侧这根线上钩短针 外侧线上钩 外侧线 我们钩短针 外侧的线钩短针 钩40个短针 后面就正面钩40个短针 8个引拔针 反面是8个引拔针,40个短针 后面再钩引拔针就从辫子内侧钩 钩短针就从辫子的外侧钩 我们钩48厘米长 然后我们就缝合 48厘米钩好了 我们把正面挨在一起进行缝合 首先这样插针 边上我们这样缝的话 它没有缺口 两片都是从外侧这样插针缝 接下来我们把两片的这个辫子的里侧这根线 调起 调起这根线 这一片呢 我们就调起里边这根线 就是这个辫子里边这根线 把它两个缝合在一起 里侧的线 这个还是里侧的线 一个辫子对着一个辫子缝合 里侧的线 这个还是里侧的线 一个辫子对着一个辫子缝 这个边缝完了 接下来我们把帽顶这一部分穿起来 从这个小戈的下面穿 每一个小戈的下面穿过去 穿完了 我们把这个拉紧 一截一截的这样拉紧 一截一截的这样拉紧 这个帽顶就坐在一起了 实际上拉紧 拉紧 拉紧我们和这个线头绑在一起 如果你害怕不结实的话 再穿一圈 我们把这个翻到正面来 这儿还有一个小洞 还没有拉延式 你可以在这儿 再缝几斤把它缝延式了 这样老太太带就比较好了 如果给小青年或者是小孩带的话 我们就不用缝延式了 在上面缝一个小球球就可以了 这个小毛球的做法 我就不再分享了 前面我又专门的视频分享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搜索 用简单的工具 制作漂亮的毛球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大家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剪辑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 再银500点 我们下期见